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 3月31日 已經是星期日 今天是3月份 最後一天 踏入第2季 第1季 香港的經濟十分疲弱 尤其是消費 零售 飲食 各方面都很差 適逢復活和清明的長假期 更加大 百多萬人走了 現在我們繼續討論 現在有人提出很多建議 例如減薪 減租金 但是這些建議 實際上 你是沒有辦法 去實施的 因為 擁有這些權力的人 是不會損害到自己的利益的 他減你就可以 他自己是不會減的 當然 如果你說全民減薪好不好 特首說好啊 你們減吧 但是他自己呢 他也不減 因為他覺得 我只有一個人 特首 你有這個世界有很多特首嗎 只有我一個 減我幾十萬 哪裏能幫到手啊 不用減我了 減你們就可以了 是不是這樣 一定是這樣 因為 有權力的人 最大問題是 他不會犧牲自己的利益 是去成就你們的嘛 反過來 你們犧牲利益是成全他 是不是 你有些好的建議 他如果拿來採用 他會加薪 他會得到上級的賞息 但是 你有甚麼好處呢 你好像沒有 但是為甚麼 你沒有好處也好 也有不少人 勇躍地表達意見 就是我們提出一些舊港的建議 大家一人討論一些 計短二人計長 對你有甚麼好處呢 實際上是有的 這個情況 跟當年的0371幾十萬人上級是一樣的 對你有甚麼好處呢 大熱天時那天三十幾度 還有疫症 當時還有SARS 大熱天時那麼多人逼我一起 不怕中招嗎 那些人都出來 為了甚麼 為了不想有23條 好了 23條是甚麼不好啊 當然是不好啦 不用拖延二十幾年啦 當然是有問題才有人反對的嘛 結果現在沒有人反對 政府想過甚麼就過甚麼 當初那些人是不是很愚蠢啊 是的 但是 他們的愚蠢 就帶來這個經濟的轉好了嘛 是不是 大家記得 23條的時候 香港經濟很蕭條的 因為 香港人的反抗 令到大陸覺得香港不要這樣做啦 我們放寬自由行 結果 開始 香港經濟就由谷底反彈 大家不要看 好像說 那些人是搞搞鎮 多事 2019年 那些人真的多事嗎 當時兩萬多元呎的樓 動了兩三萬元一呎的樓 有人上街示威 有人反對 是不是很正常 社會有很多問題 為甚麼會有那麼多人出來呢 因為社會有太多問題 問題多到 民不聊生 當然經濟不會很差 但是問題就是 當經濟開始發現問題的時候 有人反對出來說 結果政府強力打壓 好了 現在沒有反對派了是不是 好了 你既然這樣 我們想表達意見 你又放催淚彈 然後出胡椒噴霧 甚至乎橡膠子彈 然後出警棍撥頭 誰都撥 手手腳腳被你撥斷了 捉進去新屋領 又會強姦 現在不出聲 走啦 是不是 走啦 走了幾十萬人 美加 澳樓 英國等等 走了幾十萬人 那麼你就 吸引大陸人下來 對經濟有沒有幫助呢 好像沒有 一到過年過節 人們就全部離開香港 這次更誇張 這次走了百多萬人 可能兩百萬人都有了 走那麼多人 留在香港的人不肯花錢 為什麼呢 我看到很多人肯花錢 今天剛才看到沙田 還是很旺 沙田商場裏面還有很多人 不是同道那麼逼 很多地方沒有人 看到荃灣商場沒有人 時代廣場沒有人 是不是 海港城也沒有人 好 我想提出的問題就是 當人 表達他的意見的時候 政府不聽 還要反過來拉你鎖你 你們搞事的 你們 是要 搞顏色革命 你們是要把香港脫離祖國 是不是真的這樣呢 當時大家要求甚麼 記得要求甚麼 現在的人坐牢有甚麼事 很多人忘記了 他們要求有普選 除了要普選 當然就要反對逃犯條例 逃犯條例 各自之後 不提了 他們就要求有普選 要求你們政府 要承認自己的錯誤 要說出來道歉 結果政府不會道歉 還要變本加厲 更加強硬的鎮壓 好了 現在就走啦 避開你啦 打你不進就走啦 避開你啦 留在香港的 不是在香港花錢 我就走啦 去深圳花錢 深圳沒有打我 深圳沒有向我噴催淚彈 是不是 我不是在深圳花錢 我不是在香港花錢 現在 有很大 人遠對抗啦 我們看到 剛剛有一個提出的說法 就是 你們在分享 撿閉 清盤 破產的消息 實際上都是遠對抗一種來的 你們把悲觀情緒蔓延 是否要抓人 坐牢 是嗎 哪個 報道店鋪撿閉的人 拉坐牢 以後沒有人敢說的 每個都以後會默默的說謊 有多少人 欣欣向榮 都是客 那有甚麼用呢 店鋪又開始慢慢撿閉一間 是不是 我就不討論了 我連說都不說 由得他死了 現在問題是屬於甚麼呢 香港究竟有沒有顏色革命呢 香港 一直都沒有顏色革命 香港人只想你們政府對人民好一點 還有 你答應了的事情要做 結果 當然啦 香港政府 就看大陸而已 大陸不給就不給了 雙普選答應了不給 現在 不想給又怎樣呢 反口就反口 你有甚麼辦法 你沒有辦法 你只能夠自己走 當年大家記不記得 我們是中國的香港 你不敢不喜歡 你就移民啦 你就滾啦 現在我們就滾啦 滾啦 不要緊啦 滾上深圳啦 是不是 一到過年過節就滾啦 我們聽完你的話啦 我們要滾啦 那怎麼辦 現在又要滾回來嗎 又要滾回來幫襯嗎 很簡單而已 現在是軟對抗 我們發覺現在加軟對抗的人很多 你看那個倒極 12萬多 現在說每秒超的一個人加入 是不是 很快就過20萬 可能明天就過20萬了 這個幾何級數爆上來 當然啦 有部分人來看 看看有沒有發生 有些人就覺得幸災樂禍 有些人覺得香港現在那麼糟了 我們有沒有辦法救香港 其實是有辦法救的 不過 當時政府 警察出去強力鎮壓的時候 警察出去強力鎮壓的時候 也很多人不出聲 最應該出聲是你們這些有錢人做生意的人 你們不出聲 現在看著香港死了 是不是 現在人心沒有了 那些人 沒有了信心 沒有了信心 是直接死了心 這一代人放棄了你們 不是你們放棄這一代的年青人 是這一代的所有人放棄你們 包括 你們的地產佬 包括你們的大商場 包括你們全香港 現在人們放棄了你 好了 這件事不只是香港人 全世界都看到香港人 放棄你們香港 當然還有人死賊的 我們很好啊 我們背靠祖國 背靠祖國你就背靠祖國 那麼好 既然那麼旺了 哪有用救市呢 是不是 加回辣 加回辣椒 好 很多問題 我想跟大家說 現在那個對抗其實就不是對抗 是沒有辦法 我們不滿 很多人都很不滿 可以怎樣 既然不滿 你就滾走 現在還是有人這樣說 不適合你便移民 不適合你便離開香港 香港 多你一個不多 少你一個不少 現在又不是這樣 又呼籲別人留港消費 店舖又倒閉很多 一大串的倒閉名單 我剛才看到 看到一大串倒閉名單 我也嚇死了 到處都有倒閉 為甚麼會這樣倒閉呢 原因 是不夠生意做的 當你不夠生意做的時候就倒閉了 香港有600多700萬人 其實人口那麼密集的地方 為甚麼會倒閉呢 為甚麼會沒有生意做呢 就是真的 是一種抗議 我既然 表達出來 上街 你們又會拉人 放艇 又要坐牢 一句口號又要坐五年牢 哪個地方會那麼嚴重 除了大陸 大陸可能一句口號 可能整家消失 但是沒有辦法的 香港現在 誰能猜得到 會被人 顛覆國家政權罪 你作為一個香港人 想都沒有想過 說一句話就可以顛覆國家政權 你們說出來 你們不怕羞恥嗎 你們不怕羞恥嗎 香港的確 沒有顏色革命 不過 似乎是爆發了一場 沒有顏色的革命 這一場沒有顏色的革命 我早幾天都說過了 就好像以天途隆記裏面的十鄉軟筋散 無色無味無臭 大家自然 放下身段 放鬆身體 甚麼都不做 你又拉不到 這是最安全的抗爭方法來的 我看到一間店鋪走路 我報一下 有事情要犯法 又犯23條 又煽動顛覆國家政權 又煽動香港市民 增加特區政府 沒辦法 這個群組的成長 似乎就是越來越多人 壯大到時可能是幾十萬人 有甚麼出奇呢 現在事實是這樣 這是事實來的嘛 早幾個月那天跟大家說 三月份開始 店鋪就要大肆倒閉了 因為去年很明顯已經敗仗 已經不能翻身了 你看到 不能翻身做生意的人 難道繼續洩錢下去嗎 沒有的啦 不敢賭的啦 因為看到了 最近有個朋友告訴我 在大坑那間 做肉餅山那間 文昇 也說來英國 也說來到處去 探路看看哪個地方適合 如果有聽過有人跟他說 我建議都是 每個地方要慢慢選擇 你選擇適合你落的地方 當然 做生意跟住 其實可能要分開的 因為 如果你在那邊做生意 住不一定會好住 但是沒辦法啦 做飲食你也知道啦 這裏相對好一點啦 香港是要被迫在附近住的 為甚麼 因為你做餐廳的早上很早起床避了 英國好一點 英國早上很早 尤其餐廳沒有那麼早開的 11、12時才開的 不用那麼早起床避了 變成你有時間 是真的住遠一點 開車 回來上班 晚上就開車下班 晚上也早下班 遲開工 早下班 做營業時間短一點 起碼沒有 對人的那種壓迫 香港 其實做飲食很辛苦 我一直都很體諒做飲食的朋友 我自己也做過 是很辛苦 又沒有假放 然後早起床 其實真的很辛苦 這些錢不容易賺的 問題現在 是真的很難生存 香港 我們的老友 Lars 今晚就是收工 我都知道 他頂了11年 近幾年都沒有理由出的 基本上都很辛苦 不斷地頂 我都叫他 總之你真的不要啦 一直是敢貼錢 哪會貼得那麼多 將來有機會再捲土重來 現在真的要 休息一下 真的要給自己休息 放過自己 不要再這樣 所以我們看到的情況 軟對抗是沒有辦法的 只有越來越多人加入軟對抗 而且 這一種 跟大陸的案件不同 香港和平 現在已經到了一種 革命的邊緣 這種革命 是沒有顏色的革命 基本上 接近全民參與 你說到那些人那麼愛香港 你們有多少人在拼命消費呢 據說有200萬藍絲嘛 一人一分力 現在反而軟對抗很多藍絲 上到深圳消費 就是這個意思 這次時間 我們暫時先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 繼續支持6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許可的朋友訂閱Patre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幫我們當點欣賞廣告 多謝 拜拜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暫金 大家當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不是很貴的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才可以來英國 或者經濟方面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大家好 我們 早前我們有介紹過大家用VPN 最近 Sharkshark的VPN 聯絡我們本台 贊助本台 如果閣下 PIA到期的話 可以選擇轉到Sharkshark的VPN 新聽眾如果有需要的話 也可以購買Sharkshark的VPN贊助我們 連結我們放在下面 其實 總共有六大優點 可以大家 認識一下Sharkshark的 你是否會關心在網絡上保持私隱和安全呢 我們就會向你介紹一款 優秀的虛擬私人網絡服務供應商 Sharkshark的VPN 寸法是 SURFSHARK 這幾天我都開始使用 速度亦 十分之快 第二 Sharkshark通過 加密 你的互聯網連接 確保你個人信息和數據得到最高程度的保護 不管你是 用公共的WiFi還是瀏覽敏感資料 Sharkshark也是你強大的盾牌 第三點 Sharkshark擁有幾百個伺服器的地點 讓你可以享受到更加快的連接速度 同時瀏覽全球各地的內容 無論你在哪裡 第四優點 Sharkshark承諾不會記錄你的瀏覽活動 確保你的私隱完全受到尊重 能夠讓你自由自在地探索互聯網 第五 不管你是用Windows Mac機 Android 還是iOS Sharkshark也能夠 在各種設備上為你提供保護 確保你的私隱安全 第六 海外用戶可以用Sharkshark VPN 看ViuTV節目 因為大家知道 很多節目 有指定地區 例如有些地方台灣看不到 有些地方歐盟看不到台灣的網站 但是你一個VPN就可以完成了 總體來說 它是一個簡單的 強大 而且可靠的選擇 讓你在 這個 數碼世界自由瀏覽 也不用擔心私隱和安全問題 現在就試一下吧